大家好 昨天有一则消息登上了世界各大头条 因为拜登说 如果中共武力侵台 美国将保卫台湾 两次非常明确的肯定 乍一看我跟阿兰都很高兴 但后来白宫方面迅速就澄清了 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也没有任何政策上实质性的变化 其实也就是说并没有放弃战略模糊 蔡英文总统的反应 还是比较冷静的 表示会受到压力不屈服 得到支持不冒进 这说明台湾方面还是比较清醒的 一来政客说话基本就跟放屁没什么两样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二来拜登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 特别还是CNN这种媒体的节目里做出的表态 我想这个跟拜登最近的民调有关 他目前的人气和支持率 比已经在野的前总统还要低啊 支持台湾反对中共对他是有好处的 不知道美国民意的朋友需要知道这一点 再者大家可以想一想 中美对抗拜登却门打台湾牌 这不是更令人感到不安吗 蔡英文都说了不冒进 甚至都没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如果还有人因为拜登这一句话 就觉得可以高枕无忧回家躺平了 那么这期节目您也就可以关掉了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就是一盆冷水 所以拜登的骚操作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 我们接着这个系列的上级 夺门之变 接着往下说 前面我们讲了 皇上将要面临来自金融界的挑战 并以解放军报那篇常令民节不堕地的文章 在结尾处点出了皇上接班人的问题 结果几乎在我们录制节目的同时 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人大工作会议 罕见的提到了权力更迭这个敏感话题 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 有效的 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 各方面人才是否通过公平竞争 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皇上竟然高谈中国的民主法治 谈皇位的有序更替 这怎么说呢 有点像太监谈论男女之士的意思 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似乎皇上快速而激烈的反应 恰好证明了我们之前没有对解放军报的文章 做过度的解读 似乎皇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国家都让你加速折腾成这样了 如果不能至少表面上定出一个名义上的接班人 那么屁股底下的龙椅怕是要悬了 但依我看皇上这又是出来绊猪吃老虎迷惑潜在的敌人 实际上他很清楚 他是不能轻易放下手中的权力的 否则会死得很难看 这一点在上一期解读中国经济滞胀的节目中提到过了 同时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说 解决滞胀还有一个选项 就是发动战争 是的 没错 那我们就书接上回 回过头来看看 皇上同金融系统的这场决战 美国的华尔街是怎么压宝的 再讨论一下皇上的几种不同结局 对未来的台海乃至整个亚太局势的影响 现在的皇上为了坐稳容易 抓住钱袋子 可以抓人 但是能不能抄来钱 未知 这些人埋在金融系统里的雷 到底会引爆到什么程度 也未知 皇上会不会再一次面临2015年的选择 仍然未知 因为这场大戏 不仅有内战 还有外战 美国这边随着2020大选的落幕 传统精英重新掌控权力 我们之前很多期节目都阐述过类似观点 拜登再怂 你可以随便骂让他跪下当狗 但是华盛顿大沼泽你可惹不起 这里就包括美国两党背后所有的利益集团 当然也包括华尔街 而华尔街最近突然开始抄底中概股 比如目前美国最红的女版巴菲特木头姐 不久前刚刚加仓了京东和拼多多 华尔街似乎笃定了中美关系将得到改善 重新走向合作共赢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已经知道 中美高层最近这几次谈判 虽然外表看似冷淡还经常骂大街 但实际上谈得非常好 两边已经勾兑好了 或者谨慎点说 他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 中美关系将会回到以前合作勾兑 一起捞钱的美好时光 而针对中国的这场内战 他们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太上皇这一边的 也就是说华尔街认为皇上将会在经济领域妥协 被迫选择救助即将倒下的中国房企 但是华尔街的这份自信 会不会再次舍在皇上手里呢 我看很不好说 说到底华尔街用钱衡量人性 但是权力的诱惑是在钱和人性之上的 皇上为了确保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 就算把中国再带回到六十年代又如何呢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当下房子能不能买股票能不能入 就看你赌谁赢了 最后还有一个对我们华人非常重要的事 那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未来的命运 皇上在面对眼前的内外斗争中将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 也就决定了中国未来所面临的变局 这与今后台海局势的走向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大战过后 中国内部将会出现的几种可能 第一皇上大赢 国内的民营房地产企业悉数倒下 金融政变势力被皇上打掉 这个结果对台湾不太好 但还不是最糟的 这话怎么说呢 是这样 如果皇上肃清了内部所有的反对势力 二十大后手握乾坤 那么就意味着皇上在中国内部 不会再有撤肘的势力 皇上也就可以大刀阔斧地 做人事上的铺牌了 在各个部门乃至军方 全面安插自己的势力 原来挣扎不透 水泼不进的局面就会彻底扭转 这样一来 皇上就会有条不紊 安排他的清台计划 只待时机成熟就会对台湾动手 这里时机成熟 指的是国际局势允许的情况下 然而皇上大赢 虽然华尔街直接损失的金额并不大 但是失去了中国市场的利益 他们仍然会非常愤怒 得罪了华尔街的皇上 在一段时间内 要应付来自美国的麻烦 承受外部压力 如此一来 中国极有可能会重回六十年代 持续一段时间的闭关锁国 用于消化这场金融大战 爆的雷 或者金融爆雷后一阵过重 民不聊生 国弱民穷 那么皇上将会被动开启 穷兵独武的朝鲜模式 转移内部矛盾 发动对外战争强行续命 不管怎样 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是还有一些时间准备的 又或者时宜事宜 出现外部因素等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 那时不必担心被内部清算的皇上 就有小概率的可能最终放弃清台 第二 皇上保住了龙椅 但被中美两边串联的沼泽巨兽们打败 不得不为中国房企和金融机构买单还债 并在二十大定下接班人 这个结果对台湾最差 因为这就意味着皇上将会苟急跳墙 急于用攻台来换取自己在党内的生存 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当然这听起来像是疯子能干出来的事 但是不要觉得这是威严耸听 咱拿美国最近出的一档子事来说明一下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克米利将军事件 就说中国方面在今年1月6号 美国国会山事件后非常的焦虑 北京极为担心川普会被逼急 以对中国开战来做战时总统的方式寻求留任 所以中共军方几次三番跟米利打电话探听情况 得到美国军方不会听命于川普 而且就算开战也会提前打招呼的明确答复后 皇上立即宣布 事与事都站在中国一边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大家都看到了 川普不是一个疯子 但中共这边是有疯子般的思维模式的 就是有些人为了保住权力 会不计代价的发动对外战争 他极为担心这件事会发生 是因为在中共的思维模式里 这么做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这才是可怕的点 那么二十大以后 做困兽之斗的皇上 就顾不得怕和美国开战了 到时候皇上就会以命相搏 提前攻台做一次豪赌 因为有时候所谓威慑 除了手里有牌 就是看谁更没有底线 谁更会拼命 皇上赌的是美国只要看中国 把命豁出去了 美国人是不会为了台湾 真跟中国拼命的 因为也许在皇上的观念里 自鸦片战争以来 只有日本人才会傻到认为 自己可以彻底吞掉中国 而所谓的西方列强 说到底对中国无非只是利益诉求 想要做生意捞钱罢了 至于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如何 他们并不在乎 那么抱有这种想法的皇上 就会觉得美国只是只只老虎罢了 自然就会把攻台时间表大大提前 因为留给自己的时间实在不多了 再加上美国这边 如今是几十年不遇的草包领国 所以皇上极有可能会在2025之前动手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台湾就最为不利了 第三 皇上被夺门之便赶下台 这种情况对台湾来说是最好的 威胁基本解除 但是很遗憾 这种可能的发生概率是最低的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皇上的求生欲极强 中国可不是美国 庆分帝一旦被做掉 最好的结局也就是胡耀邦赵紫阳 搞不好就要成为薄熙来周永康 当然这几种可能的情况 还要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 比如美国2022年的中期选举的结果 2024年末的总统大选的趋势等等 还有其他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皇上攻台时间的加快 延迟或者取消 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们的意思 那就是台海未来的局势 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乐观 因此有一个我们不得不认清的点 就是台湾就像是一个夹在中国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兽气包 不管哪一方的力量失衡 都要拿台湾作为筹码 以前日本人赢了 要台湾 日本人输了 台湾就拿回中国 国军败了 退守到台湾 如果习近平内部斗争不顺 狗鸡跳墙 可能还是要打台湾 台湾怎么这么倒霉呢 唉 怎么说呢 这也是阿兰和我一直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 就是打台湾的事 说了七十多年 已经成了狼来了的故事 我们当然不希望有战争 但时局跟以往不同了 中国对台湾从最开始是打不过 没能力打 到后来不敢打 不想打 不会打 不要说台湾人觉得武统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连阿兰和我这种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人 也从来都没相信过 我们是成长于长者时代的人 很难想象懵生发大财的江泽民 和不爱折腾的胡锦涛 真会干出什么傻事来 但当今圣上可大不相同 皇上早年是红卫兵那一代人 自己被下放 没受过什么教育 而共产主义和老毛那套东西 反倒在他们心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我们经常说粉红非蠢即坏 当今皇上可能还跟别人不太一样 估计他是真粉红中的那种粉红 而且习近平一路走来装傻充愣 扮猪吃老虎混到这个位置 他并不甘心只做个摆设混日子捞钱 反而自强不息清洗阵地 定于一尊修宪连任成为皇上 这就证明他是有追求的 有报复的 这就比较可怕了 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 不管他会不会真的打 台湾人都不能觉得他不会打 从政府到民间一定要做会打的准备 绝不能抱侥幸的心理 台海会不会起战时 并不是一个可以确定的事 我们刚才仅仅分析了三个大而化之的点 实际上里面涉及的因素极为庞杂 如果再加上偶然因素 那就几乎不可预测了 然而在一个二级混沌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不但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 每一个参与者的决定都导致了最后的结果 因此台湾人自己的准备是否充分 实际上对最后的结果影响也是极大的 简单来说 如果台湾备战充分 抵抗意志极其坚决 那么如果遇到可打可不打之间的情况 最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不开战的结果 反之 如果台湾上下全都觉得不会打 抵抗意志消沉 或者还成立在第一岛链和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迷思当中 不认真备战 那么本来不会打的仗 也会变成让中共认为何必不打 不打 白不打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这里我们称第一岛链和台积电为迷思 台湾的朋友可能会不高兴了 不过没关系 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立场 所以我们也不怕偶尔来个忠言逆耳 我们先说第一岛链 这是一个军事上的地理概念 广为人知 看图就明白了 就不多做解释了 这里先抛出我们的观点 就是第一岛链中 台湾这一环 对美国的意义 也许远远不及对日本的意义 所以如果解放军攻台 最有可能真会跟中国打起来的不是美国 而是日本 而美国大可以把台海一战打成一场代理人战争 或者像一战二战一样前期余力 等东亚几大强国都掐得跟乌眼鸡一样 相互消耗的差不多了 再亲自出兵锁定乾坤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第一岛链对美国固然重要 但是我们总觉得 以美军目前的军事实力来说 完整的第一岛链和暂时失去台湾 而断裂的第一岛链 也许只是事情比较好办 和事情比较棘手的区别 而以日本的断位和地缘因素来看 第一岛链在不在 恐怕是个生死区别的问题 近来日本对中共的态度 也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 换来换去几个首相的态度 都对中共比较强硬 而我们上期节目中提到 日本新闻周刊 中国撤退的文章 也说明日本人对摆脱中共 还是非常认真的 在美国硬不起来的时候 日本和澳大利亚这种国家 似乎冲得更靠前一些 这也是合理的 因为他们离中共的威胁 更近一些 而至于美国 只要冷静下来想一想 就知道美国有无数个理由 不直接参战 或者在后期参战 而我们可以再随便开开黑暗的脑洞 美国最近一年对中共的软弱和绥靖 会不会是某种类似 郑伯克断与烟的行为呢 就是让你中共变得骄狂 甚至挑起战争 这样可以顺理成章的 让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实现军事正常化 这样一来骄狂而妄图吞并台湾的中共 和被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 就很有可能让东亚的格局重新洗牌 那么身为老大的美国 并不用身先士卒 只需要像之前给澳大利亚核潜艇技术一样 也松绑一些海军装备技术给日本 然后看着这个世界GDP的老二和老三先掐起来 再找准机会出手 重新划定西太平洋的格局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侧 号称欧洲脚屎棍的英国 已经奉行欧洲大陆军事政策500年不变 只要欧洲和东亚大部分稳定 偶尔出点乱子洗一次牌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英语文明国家 将继续牢牢占据世界的巅峰 好 脑洞就开到这儿 再往下说可能就成阴谋论了 但不管第一岛链怎么样 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台湾很有可能 只是几个大国之间相互谋算 决力的受害者 第二 我们再说台积电 这个就更不要提了 我们都知道 再强的技术 它的载体都在于人 厂房设备自然不会自己长腿跑掉 但人是活的 所以即便解放军占领了台积电 没了科学家 工程师和技师也是白瞎 但问题是台湾的盟友们也知道这一点 会不会把当年的回行针行动 再故技重施一遍呢 简单说一下 回行针行动是二战后期 美国把超过1600名的德国科学家 工程师和技师秘密引进到美国的一次行动 那谁规定说回行针行动就不能用在友军身上呢 如果台湾遭遇困局 那时候台积电的工程师们会不会被送到日本 或者美国的亚利桑呢 接着上班 这可就不好说了吧 所以对芯片技术饥渴难耐的中共 和指望台积电成为护国神山的人们 我觉得都应该洗洗睡了 指望这个还不如去祈祷日本自卫队 五蕴长久 当然我们的种种猜测 未免有些黑暗和功利 不是因为我们一己夺人 而是在这种事情面前 你不能把人都想成天使 反而所做的准备都应该基于最坏的打算 因此我们在台海之战问题上的想法 与我们的领路人说真话的徐姓男子 是基本一致的 就是台湾要学习以色列 把自己变成一只抵抗意志极其顽强的刺猬 谁碰谁扎手 亮剑必伤人 要知道台海一战 首战即决战 而台湾的盟友 很多都是决策反应较慢的民主国家 只有你自己扛得够久 才有可能等来盟军的支援 如果败得太快 那谁也救不了你 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 如果你不想有一天失去已经被你熟视无睹的自由 请打起精神来 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以最坚定的抵抗意志积极备战 或许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就永远不会发生 这是阿兰和我两个来自美国的华人 一点微弱的声音 今天讲的内容有点多 咱们就来梳理总结一下 皇上跟中国金融界这场大战的结果 将会对未来台海局势有深刻的影响 我们分析了皇上将会面临的三种结局 并得出了未来台海局势不容乐观 台湾必须积极备战的结论 说到台海局势这一部分 阿兰和我做了一些比较严肃的表述 显得有点伤感 但是其实我们内心深处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那些充斥着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想的极权国家 都不可能会真正的五蕴长久 德军不会 黄军不会 中共的党卫军也一样不会 那些为了所谓统一大野 不断的愚民 弱民 贫民 辱民 贫民的邪恶政权 看似不可一世 妄想可传万事 但转瞬间就会被人民抛弃 风烟四起 二世而亡 报清如此 邪恶的中共将来也会如此 历史上台湾一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而今天台湾存在的本身 就是对中共对人民洗脑 撒谎 犯罪的巨大仇粉 香港已经完了 台湾将是华文世界最后的自由堡垒 不要小看这个小国寡民的孤岛 中华民国110年历久弥坚 必有上天的美意 当中共大厦将清的时候 台湾必将发出它耀眼的光芒 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 此时此刻的国际政治正发生剧烈的变化 要犯台的话 它目前有着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我们就做军事方面准备 对于政治方面的考量 那另外一个层次 我想国军就这样子嘛 一旦要作战了 那就当然是在最前线嘛 其他会不会发生战争 那是很多方面的努力 我们不会冒进 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 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 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 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 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 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更不会有2300万人的主权 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 我们不会冒进 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